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第一回合的比賽 SAN的一個蟑螂大軍出去加上翼化蟲 而輝那邊雖然也有出了巨象 但是最後是分兵來不及啊 抵不住SAN的雙線進攻 對 我覺得這個輝這邊在分兵上 可能要多下點功夫囉 這個神族在初期的這個防守 充足的一個雙線上來講的話 分兵是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功 但明顯這邊感覺輝是很明顯的 在分兵上是出了點還滿大的一個麻煩喔 我覺得剛剛那邊其實只要留少量的哨兵和一些 可能例如說可能有追劣和一支步有在上面的話 我們利用立場做一個阻隔 大部分的兵力放三框做防守 會來的比較恰當一點點 那現在SAN贏了之後 由於鋼田這邊則是推出了99胡玉強選手 99的本季的戰績不錯喔 七勝四敗啊 不過最近是一個二連敗 分別輸給了SAN以及AK 禮拜五輸給了AK 至於呢 現在 落敗方選圖 那JOJO這邊選的是語音之國度 我們下螢幕上看到這一點鐘方向 就是由於鋼田的JOJO 是藍色藍色的蟲竹 再來到七點鐘方向 下螢幕上看到這個是橘子熊的SAN 是紅色的蟲竹 嗯那其實呢前面有提到過 JOJO也是曾經打敗過SAN 在上個賽季 他對戰SAN是一勝四敗 一勝四敗 那本季呢 已經有遇到過兩次了 零勝兩敗 放招了放招了 放招 對 八滴 工兵補號八隻放下孵化尺 JOJO這邊 JOJO這邊 JOJO來了 JOJO八滴快攻啊 對 這個 SAN 看SAN怎麼開的 看一下SAN的開局 所以他如果裸雙就比較累了 如果裸雙All-in基本上 勝率滿高的 唉唷 對 如果裸雙被All-in 還是裸雙All-in 裸雙被All-in 就是JOJO的話 對 這勝率比較高 看SAN這邊有沒有提防到 剛剛特別提到本季 有兩次JOJO輸給SAN 有一次是SAN 十滴快攻打JOJO 所以這次是這樣 以前知道環 旗恩之深 SAN好像裸雙嗎 喔沒有 孵化石放了 欸 十五滴 好那 進可攻退可守的 對 那 他也有提防到是不是 對 這個有提防到 那就有點尷尬了 十五滴 就要在守這個八滴的一個快攻來講 只要沒有出現問題 不難守 不難守 因為SAN也知道 他上次打JOJO用十滴快攻 他可能也會想到 JOJO會不會想要 再弄過來 弄回來 對 JOJO這邊經驗也不錯 JOJO看了一下 對方的惡況有沒有下 馬上往後退 對 那現在下了 好 JOJO再看一下 這一個看到 就可以確定對方是十五滴 而且是五瓦斯的一個 就是慢狗開 不是速狗開 那現在就看 JOJO這邊後續的一個打法 放下了 地刺 這根地刺 看待一下 在SAN加 在SAN加有根地刺 地刺這個非常重要 好 地刺 對 JOJO的六條狗 這個地刺如果蓋起來 SAN沒有發現 沒有發現 而且SAN還在補弓兵 好 完了 這個人生 這根地刺如果蓋一下 這根地刺完成 好 現在被發現了 不過狗過來 好像會蓋起來喔 對 快好了 好 這個蓋下去就不一定了 對 現在SAN 被人家插了一根 哇 SAN 叫JOJO這邊 剩下很危險喔 好 立刻跳起來 往你家衝 好 這個不可以活路了喔 現在來看一下 SAN現在後蟲出來了 那地刺 地刺又火 對 地刺為什麼會扎那個位置 也可以 因為我以為他應該會扎 可以打到 打到孵化池的位置 對 打得到主堡 打得到主堡也是可接受的喔 那現在這邊的話 就直接上去打掉你的第二個主堡 家裡面 現在還在鼓 還在補狗 還在補狗 直接想要一撥過來 對 全部都拉出來了 SAN現在表示喔 很火很火 喔喔喔喔喔喔 SAN守不守得住啊 特別是那根第一次 時間拖越久喔 SAN就越好手 所以現在只要這邊 再持續 不過工兵因為工 剛剛工兵就拉到二礦去了喔 那現在這邊 要棄組礦了嗎 還應該是要棄組礦喔 不過這一波的 應該出來喔 主堡爆了 對 主堡爆了 主堡爆了 那現在 SAN SAN現在其實可以做一個選擇喔 直接打 直接打99加的 不過可以 他打 喔他走了 走了99加 99秒是 沒有沒有沒有回來 SAN 還是穩來 穩著來喔穩著來 SAN也是擠出力化蟲 對 OK 這邊要反打回來 這邊JOJO選擇放掉的那一根 放掉的那根氣氣喔 好 不會硬手 下面走 對 補攻兵 但是這個點不掉 家裡面 喔 又補了 要打嗎 要打嗎 走 JOJO還要補 還要一化蟲自己打嗎 走人了 好 JOJO這邊 家裡面下的第四 要做防守喔 補攻兵 喔喔 SAN怒推一波 他的一化蟲比較多 對 SAN這邊是可以完全是 直接就怒推 但是JOJO家裡面有一根地刺 那現在 接下來其實就看喔 因為SAN這邊 能不能燒得到對手 而且等一下SAN的孵化石就爆炸了 趕快跑 趕快跑 所以現在換JOJO要熟了 要熟了 現在換了JOJO在防守 兩邊的一根一化蟲 數量是20比35 JOJO是20 SAN是35 那防守 防守上來講 我們會多一根地刺 和多一個後蟲 對 地刺好了 和多13隻工兵 他那個地刺是扎在礦區前面 裡面 對 主堡跟礦區的中間 對 那這樣的話我們才能夠利用一個地刺 對 做一個防守 SAN 欸 不打 SAN不一定要打喔 因為其實他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 我留住這個一化蟲讓你沒辦法開礦 那我回去把自己的礦開出來 這也是可以接受的 對 那沒有必要硬打 因為現在很明顯的 SAN這邊是一個 呃 SAN這邊還是一個優勢 對 SAN這邊還是一個優勢 因為工兵的數量是領先的喔 那現在瓦斯已經挖到100了 所以狗速也會比剛剛來的少好 這邊 硬撿掉對手的瓦斯 那這邊 互換 所以就不會轉喔 不會轉 什麼都被你剛剛說 Joco那一波 八滴打過去都打掉了 SAN的一個主堡了 結果他現在還是劣勢啊 因為 因為Joco這邊完全就是 Joco完全在裡面全部都補狗 他沒有做出任何 就是他完全沒有答案營運 就是他答案叫硬A師 那SAN那邊很果斷 他選擇 就是直接棄掉自己的一個礦虛 對 所以其實 剛剛那樣換起來 確實是SAN是優勢的喔 打完那邊的話 SAN的無論是工兵還是 異化蟲的數量都是比對手領先的 對 你就是說Joco已經鬧到了 而且把對方那個主堡打掉 但是他是刷 他沒有刷工兵 他是出 在出狗 然後又被SAN給推回來 那SAN 現在等於是 把異箱當故鄉 又把主堡那一礦 又變成二礦 又重新放回去 對 那現在 這個 其實現在優勢滿大的 我們看提出已經完成了 這個異化蟲會被 在中途就被包掉 完了完了 異化蟲要被包光 Joco中間的異化蟲要死光了 中間 中間 對 長翅膀追沒有長翅膀 對 這個要再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要第一時間 在這個斜坡口再賭 你只能在這個地方跟 跟對手硬打 好 往後 先讓他走 就讓他走 長翅膀的跑得比較快 他有提速 提升速度 下一波就是獨爆 下一波就是不給活路的 獨爆在下面變 對 真的在變啊 Joco這邊難了 難了 難守了 那Joco這邊呢 也變值得 也變了 可以喔 如果看操作 比拼操作 對 對 跟Sam比操作 有點 昨天Fly不是也是獨爆去 對 這邊 來… 獨爆 157秒遊戲時間 99 輸給了Sam 橘子熊隊 現在是2比0的聽牌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